上个视频,我们打通了前往水清的道路 这部视频,Haria来教你如果使用一段Walt来单刷金星Boss 柴狼 奔着黄色入点就可以找到柴狼 几乎前面的这个控制中端就可以进入Boss战 然后会开始一段过场动画 Haria这里就先跳步 使用近战武器攻击柴狼的腿部 当腿部的血条被打到以后 柴狼会升到空中 然后释放激光栅栏 此时跟着激光栅栏的转动方向转动 就可以规避要所有的伤害 随后柴狼会进行阵地攻击 我们可以提前进行跳跃、规避 接近瘫痪的柴狼对他进行触球攻击 就可以消除掉他的一个血条 随后便有一段过场动画 Boss战进入第二阶段 和前面一样 Haria先对柴狼的腿部进行攻击 期间要小心柴狼的阵地攻击 打掉柴狼腿部的血条以后 柴狼就会升到空中释放旋转的激光栅栏 我们依然是通过跟着激光栅栏的旋转方向旋转来规避伤害 需要注意的是 当激光栅栏在此变成蓝色的时候 他会改变旋转方向 随后柴狼会进行阵地攻击 把这提前跳跃进行规避 对柴狼进行触绝后 再次打掉他的一个血条 柴狼起身后 继续对他的腿部进行攻击 打掉腿部血条以后 柴狼会升到空中继续释放旋转的激光栅栏 这回阶段激光栅栏会改变两次方向 大家在激光栅栏变成蓝色时 记得及时调整方向 提前进行跳跃 以规避掉柴狼的阵地攻击 再次对柴狼进行触绝攻击 拔掉他的一三个血条 在柴狼起身以后 继续攻击他的腿部 此时的柴狼会更频繁的使用阵地攻击 阵地攻击会将你推出外圈的电舞 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 大家还请尽量规避 打掉柴狼最后一条腿的血条以后 柴狼会升到空中 继续释放转动的激光栅栏 这个阶段的激光栅栏 会转变三次方向 所以大家在激光栅栏变成蓝色的时候 记得及时调整自己的方向 以规避伤害 及时进行跳跃 以规避掉柴狼的阵地攻击 对柴狼进行触绝伤害 打掉他的最后一格血条 刺杀完成 这时我们就可以前往地的撤离点 完成任务